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来谈这一本书 你已登陆N号房 那我稍微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语谈的讲者 是政大新闻系的方念轩方老师 方老师好 你好 钟祥好 大家好 跟方老师认识很久很久的时间 对 我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就认识你 那好像讲起来对你很不礼貌 不会 我没有在在乎这个 对 我觉得很有信 但是方老师其实是出道很早 我是读书很晚 所以我们其实年龄并没有差很多 那方老师其实 他会讲话 对对好 神的我很会讲话 那方老师其实长期 我想在台湾的性别运动当中 你会看到方老师的声音 在台湾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场合当中 也会看到方老师去参与 包括媒体改革运动或是像女权的性别运动当中 都有很热烈的参与 当然其实我知道方老师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在谈论 或是在研究台湾的或是全球的网络文化 特别是网络里头的这个所谓的性别文化 或者是所谓的性别暴力这个部分 然后当然他最近这几年其实也特别关注在这种所谓的网络里头的性侵害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今天所以很开心邀请方老师来跟我们谈这样的一本书 说一样我们首先请方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以及这两位作者为什么要谈写这一本书呢 看这本书不止一遍 那这一次应邀来跟中翔来讨论 所以我又把这本书再看了一遍 那个这两位作者我想就是刚才开始前中翔跟我讨论 我们作为新闻系传播系的老师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这两位作者事实上在直读开始进行调查 他们的身份其实是新闻系的学生 他们要报道奖 就参与一个新闻报道奖 所以你在这本书当中还会看到 新闻奖截止日期将要接近 那他们到底要用什么角度 然后报道如果得奖的话 对于因为已经开始采访 所以他们身在其中会问说 那我们的报道对于受害者 对于这个案件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他整个起心动念 在开始调查跟开始进行报道 是因为以学生记者的身份要参与奖项 但是我想写这本书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名义登入恩号房 那他事实上是一个整个参与到之后 他的一个过程的记录 还有他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思考 所以我想他们的作品当时如何 其实我们在这本书里面 大概没有办法一字一句看到 但是这是两个从年轻的记者一直到后来 掀起了全球瞩目的恩号房的一个记事的过程 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哇好猛两个大学生 这应该是大学生不是研究生嘛 对不对 是两个大学生 对然后这么厉害 就是跟我们自己所接触到的很多的同学 他们虽然很努力 但是未必能够去跨越很多的门槛 那我想也许我们 我们本来就有一些安排一些 但我想要请房老师 你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他们可以去突破很多 各式各样在采访上的限制 或是现实当中 他们可能会面临到各式各样的威胁 然后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么强的敏感度 来去做这么棒的一个追踪跟调查报道 我不晓得 因为我自己没有访问过这个作者 所以我这样讲也不负责任 可是的确你讲这件事情 我在看的时候 尤其是这一次 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觉得在一开始 他们在进行采访 从书里面的语气跟他们的心情 他们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 我的意思所谓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现在我在带 政大新闻系大三大四的 进阶新闻采访协所 就是深度报道 我们刚好也有一组同学在做未成年 未成年儿少的数位性暴力 因为事实上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周遭 是有这样的受害人 然后是他们的同侪 那作为一个老师 然后再加上台湾 目前我们已经有成熟的作品 包括季州开的青春炼狱 然后脸被偷了之后 还有报道者 他们在PUA跟沉浸诈骗这些报道 所以有很多前辈先行者的经验 那我在课堂上 然后我们也会不断的讨论伦理的界限 然后这一个被害者的心事 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本《你登入恩号房》 这一个追踪团火花 他们是前辈 他们是先行者 你甚至可以看到在书上一开始 他们想到的时候 他们引述这个扎害人的话 就是说你去讲嘛 这么荒诞警察都不会相信 所以为所欲为 因为太离奇了 真的很离奇 对然后他们的前辈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是他们的生活经验 他们随便一Google 他们在前面讲说用一些关键字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在台湾 比如我们破获了几个 类似台版恩号房的时候 你如果是一般人如我 你去Google 你可能不见得找得到 你可能要用特定的资源 可是在当时 那可能就充斥在他的生活周围 所以我的看法是 他们刚开始报道的时候 其实就是觉得 要写一个题目 要写一个题目 可是到后来 到后来 我觉得他们在报道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唯一的目的 他们的唯一的目的 需要的 他们在里面有一句话 当时我看的时候是吓了一跳 他们觉得要去采访 重要的不是专业跟知识 对 而是那一个 一定要把加害者 这个 这个清拿道案的那个决心 绝对要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我觉得那个很真实 但是 你说他们不在乎 专业知识界限 非常在乎 他们在后面 回过头来 一直在想 采访这件事情 对自己 对受害人 好 那自己要不要露面 他们有非常多的考量 但那个考量 不是教科书的 那个就是非常真实的 在他们去接受 这一个其他人的询问 要不要去资商 然后跟警方的互动 其他人来询问他们是谁 或他们用什么面目出现在 社会大众的面前 然后能够再鼓动 大家注意这个案子 每一步他们都有思量 每一步他们都会退后一步 看看自己 看看那一些 还在受苦的受害人 所以我觉得 很真实很立体的两个记者 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好看的地方 事实上不是在做报道 就是他不是在告诉你一篇调查报道 我们在报纸上面报道 他事实上是一个在谈 他自己在采访过程当中的 抽丝剥茧的过程 他的心路历程 他自己的特技 甚至回过头来反思 他过去成长年代所面临到的 这种所谓的性别的 不平等的问题 或者是这些 在他们很多不知觉的 这种所谓的性别歧视的问题 这我不知道 我在看韩国的很多类似的书 我之前也帮 有一本叫做 《那天在那里的人们》 他是李家赫在谈 这个韩国的这个弊案的 一个报导 就是崔顺石的案子的这个报导 哇 这两个好像好好看 就是我觉得一个记者 在做报道的时候 报道本身好看 那个反思的过程 那个反省的过程 那个回望自己的 那种生命经验 也是这一本书 非常精彩的地方 对 其实我不晓得中详 但我自己以前 刚开始教书 就是很早以前 就是我记得 《记协的目击者》 还有像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就是这一些 能够把采访 历程背后的写思 艰难的过程 新闻室里面的争辩讨论 最后怎么达到决定 乃至于没有决定 或者是在新闻采访 被大家物以争议的一些事件 伦理的执行 我很喜欢看这些东西 对 有时候想想看 那个叫什么 记者八卦吗 那我也是爱好八卦 可是我觉得 是那个东西 才让报道立体的起来 才让记者这个工作 站起来 立体的起来 那我们过去在 现在也是 在带学生采访 也会不断的跟他讲说 你尝试记下杂志 Journal 就算不是给我的作业 你回看的时候 最重要的 作品给别人 但是这些杂技 很清楚 让你知道你有什么挣扎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这本书 很蛮好看的 很好看 就像那个 美国的那个Me Too 后来也是出版的 那个She said 翻译成中文 对 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 看这一类的书 所以我也蛮推荐 对新闻传播 有兴趣的朋友 或是你可能是 新闻传播科系的学生 我觉得这本书 某种程度上面 真的可以把它列入在新闻科系的 这个相关的教材当中 怎么去做 尤其又是学生记者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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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非常推荐 除了看到这种 所谓的性暴力的问题之外 这个所谓的采访的过程 都是值得我们去 好好的去学习 好好的去认识的一个过程 不过 我想还是要回到这本书 原本要谈的一个主题 就是N号房 那我想要先请教一下 念玄 就是N号房的 这个网路性剥削 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这一群人 他怎么去奴隶 剥削受害者 然后他们又是如何 在网路上面去贩卖这些影像 交易这些私密的影像 我想要先提一下 就是在这本书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所记载的这个过程 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 我想现在网路上大家都可以回到当年 其实比如说2019年的7月 在这个书在开始写作 作者在谈的时候 那个时候韩国2018年一年前 女性还上街头在抗议政府 放任非法拍审 因为就是没有不省之以法 不把它当一回事 后来韩国事实上是一位 因为一位男性 他好像是在运动房 还是在职场上被偷拍以后 警察才开始认真办案 按照他们的说法 所以整个社会的氛围 当时是一个这样的情境 所以所谓的非法拍摄 对于很多人来讲 大概是有机可乘 他就会去拍摄 当时他们分成很多的 不同的阶段 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可以看到 一开始其实是没有被警察和 没有任何的限制 甚至你到Telegram里面的 这个高谈房 你其实是可以随意的 变更你的资讯 你可以拿你爸爸妈妈的名字 进去过两天换个名字 也没有人在乎 所以他进入的门槛很低 那刚进去的时候 他就变成是一个 恩号房的仲介所 在里面让很多人 想望而不可得 知道你在这边待得够久 你有足够的贡献 你累积了一定的资历 或者有人脉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进入到 那个真正有后康的地方 所以他这样一个层级的组织 制造悬念 然后在里面七嘴八舌的交谈 所以从一开始 那个没有门禁 大家都可以广结善缘 通通进来 所以他的那个 接触度 就是那个 那个接触的门槛 丝毫没有 进入了以后 进入了以后 其实他们就会私下张望 看看有什么样的途径 可以一步一步的到 那他其实这个 所谓的恩号房 他其实是一个 不断衍生 不断自体翻演的过程 所以今天 我可以把这个房炸了 很简单的 在另外一地方 又开了一个 那恩号房里面 七八个房间 你如果今天真的可以进入 那这两个记者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因为如果你知道 这一类去报道 是微信息的暴力 他必须要潜伏 他必须要洋装 他必须要在这个 田野上蹲点的话 其实 你必须要知道 他的术语 他的暗号 还有对方 时不时可能会侦测你 所以他们曾经提到 他也会去测试 你是不是记者 或是警方的人员 是 所以他 而且最主要的是 这一群使用者 他们可能共享 某一种同差文化 我必须承认 我可能一点都不了解 那个文化 不是只在这个房间里 而是从小到大 就是刚才我们谈书的第二步 那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我们谈什么东西 事实上 其实是我们大家 可以众乐乐 丝毫不以为意的 然后我们彼此 交换什么样的影像 然后 大家齐获可居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谈法 所以后来 这两个记者 是刚好有一个人 就告诉他们 只要你把你的头像 换成 这个 某一种头像 那他们就可以 可以进去 所以可以说是趁虚而入 进去后我们就发现 这个里面的手法 我就要再讲 不是亏逆亏其 因为这样的手法 在台湾 很多类似的犯罪里面 我们都看得到 富佑大队 其实曾经苦恼的说 他们在台湾 推行很多计划 向青少年宣导 大抵用的方式 不外七八种 但是即使一边宣导 同样的手法 其实让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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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瓮中 还是不断的出现 那在这边看到的 就是求职 求职以后 可能会有你的资讯 个资 那他可以害尽 你的 这个资料里面 取得个资 那现在在台湾的话 就比如报道者 那个报道面 你就会看到 这些不管是恋爱诈骗 还是其他方式 跟性有关的诈骗 他如果有办法 害入你的歌姿 他就可以取得 你的人际网络 因此 有朝一日 他拿到你的私密影像 让你最胆战心惊的 就是 你全部的人际网络 他们的通讯号码 跟联络方式 进在他的手中 所以远的不说 他就可以拿你的私密影像 去一见之下 30秒之内 叫你做一个动作 你如果不做 你真的不做 30秒 那这个影像就快速的传递到 你周围最紧密的人际网络去 那我要说的是 对于一般人来讲 受害者的辛苦在于 很多人会觉得 这一步一步的 让你上钩 这里面看起来 都是受害者 自己主动而为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最辛苦的地方 因为 这个是一个零食吧 怎么会是受害者 完全啊 对 但是 但是我的意思 就很多人 很多人会觉得 你就离开网络 你为什么要 为命是从 可是 这里面还有一个 关键 也就是 当数位性别暴力的受害者 我们很多的宣导都说 要跟你爸妈讲 要跟你周围的人求助 可是 那一种无助感 很多的受害人觉得 他的家人也拿这个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甚至很会怕家人责骂他 没错 责骂 或者是他们也很伤心 他们也为你担心 但是 一个人无计可施 跟一家人无计可施 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就看到恩浩坊 这个例子真的不远 我要再次强调 不是只有 两年前 三年前 韩国的例子 后来在世界各地 我们都看到 在台湾也是 他就告诉你 30秒之内 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那 这一些动作 如果不做的话 那我就会如何 那最后做了以后 如果不听话的人 那我会给你什么惩罚 所以各位如果有看 今年夏天在Netflix 后来公布的 那一个纪录片 就是韩国恩号房的 这个事件的纪录片里面 你会看到 这些女孩 就是受害者 他们会做出一些 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动作 就是 近乎穿着细胞的 在大街上走路 或者是 言听计从的 在自己的身上刻画字眼 这些都是因为 他手上握有 可以让你致命的物件 那个致命性 其实是唯有你 自己跟你 很亲近的家人 或朋友 之间的关系 才能解决 所以在台湾 在世界会比都还发生 比如说我的 新私人相机被散布了 网路上就会有一个人 告诉你说 我是网路骇客 能力很高强 你把照片给我 我帮你照片追照片 那因为你非常焦虑 所以你就言听计从 然后他追下来以后 他就告诉你 那现在就由他来扮演 那样子的一个分身 就换成他来威胁你了 对对对 可是在网路比端 这可能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对不对 因为你根本在网路上 他的容貌 他的声音 他的话语 全部都可以一人千面 所以这就是一个 很困难的地方 我多讲了 我把我们现在经验到的 数位性暴力犯罪的 这些样害 都一定分享 我觉得这蛮重要 就是这不是在看 别人的故事 它其实可能就发生 在我们身边 我们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 不要就觉得说 这些人怎么那么笨 这些男生或这些女生 怎么那么笨 然后因为男的 也会受骗 你也会受骗 然后就这样子被骗 那其实 张念轩讲的 他不是嘛 他是害到你的 这些私密的账号里面 取得到某些关键事 关键线的一些资料 这个资料包括你的个资 包括你的私密的照片 然后慢慢的去凌持你 慢慢的去引诱你 慢慢的去威胁你 所以他事实上是一个 一连串的 已经设计好的过程 而当我们一旦 这些照片被掌握之后 我们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会顺着他的逻辑 顺着他的脉络 顺着他的脚步这样走 可是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好像也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告诉家人 然后我可能也不敢告诉朋友 因为这可能是一件 很丢脸的事情 那怎么办 就是靠警察 我自己就是先报警 当然报警前面还有些程序 比如说我们过去在宣导的时候 最常会提醒一般人的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他要的 其实还不是找一个公导 他要做的就是迅速的将私密招 从网路上拿下来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所以你有可能病急投医 找错人 那另外就报警之前 你要把证据保存好 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的删照 就是如果你有能力真的删照 你要先保存证据 才能去警察局报案 因为你如果没有证据 事实上他也很难成案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先来后到 因为过去我们在台湾的学校里面 也会看到在宣导比较早期 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就帮忙收孩子 我们赶快在网路上销声匿急 把这照片拉下来 大家看不到 那也就当作没有这件事 可是现在其实是有比较多的宣导 所以你教大家这个 比较会清楚知道 那我自己会告诉学生一件事 你可以不必告诉家长 你可以不必告诉老师 但是任何人 即使他在没有成为受害人之前 可不可以想好三个对象 就是我自己啦 我自己教学上会这样讲 就是这三个是一旦发生事情有益的时候 不管是MGO 不管是报警 不管是一个你可以信任 而他有办法 或者是他有那个 你的信任可以跟你一起来讨论 可以沟通的人 你可以 因为我们过去在报座安妇的 很多时候都看到 一定要告诉家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固然没错了 但是我们自己在例子上看到 非常多的青少年 他其实是屏触家长在外的 怕被责骂 怕他不理解 也怕他伤心 对 这的确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这种宣导 或者是更多 可能就是要做准备 因为在网络时代 说实在 某种角度是没有秘密的啦 就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自己在 使用这些各自的时候 真的是要小心 不是只有说 你可能各自被拿去做演算法去卖 包括你的私密照片 包括你觉得很多秘密的东西 是不是要上网 或者要怎么样去把它保存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我们一些 很重要的个人保护的素养 当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里面 这种所谓的犯罪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科技技术 怎么去做 有效的规管的一个问题 那再退一步来看好了 就是这种所谓的性侵好 或者是所谓性暴力也好 或者是性犯罪也好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以来 应该讲所有人类 就有这样一种状况 那在网络的时代当中 它到底这些新的科技 新的技术 怎么要去强化 或是让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更为严重呢 就是科技在里面扮演的什么角色 我们怎么看它 那个Telegram 我想台湾的朋友 中想我们都是 在之前香港的 这个反正中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对于它 好像是很多人对它开始 也有所了解 那在我的研究 跟周围的同文层里面 的确是因为数位性暴力 这几年的情况 其实对Telegram 有更多的理解 那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说Telegram的一个 这样的性质 那 它的 不单是这个平台 我们对于一个平台的理解 不是只是把数位的环境 当作是一个平台硬体 平台里面它有它的架构 还有一个在不同的社会里面 这个科技是被一个原来什么样的文化 跟价值观包裹在里面 它都会影响平台怎么被运用 这样讲很奇怪 因为有的人认为说 数位平台不就是跨国际吗 跨国际 怎么还会要讲一区一地 一个社会的文化 那我举一个例子 美国我们做传播研究的人 可能都知道 那个PEW Pew 就是这个PEO中心 它会公布 每一年的调查 那它的2021年的网络行为调查里面 它并不是针对数位性暴力 但是它拿社区媒体 还有新闻论坛讨论区 还有像Messenger这样的思绪 还有一些应用的App 这一些东西来比较的话 那它让前打者回答 你遭遇过数位骚扰 不见得是性骚扰 不见得是数位性骚扰 各式各样的骚扰 对 可能政治上 然后仇恨言论 那里面有75% 灰大的民众 他都表示 他所遭遇的数位骚扰 是发生在社群媒体里面 社群媒体里面 然后41%就是说 它不只是发生在一种平台服务 其实是交织的 各式各样都有 那跟 我觉得跟性别 跟性骚扰比较有关的是 这个数字底下我讲 就是说 对小于35岁的成年人来讲 他曾经在近期 遭遇数位骚扰的男性女性 其实那个比例 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12%的女性 13%的男性 什么经验呢 他们都是在线上约会软体 或者是约会平台里面 经验这样的骚扰 这个看起来跟 恩浩房离得比较远 但是我要讲的 也涉及到我们要谈的 数位性别暴力 它不折地而出 到处都是 当我们手机上打开 如果你看过青少年的手机 就是我们在谈 数位性别暴力房子的时候 我曾经在富佑大队看到他们的承办的警官 他们的拿到的那个青少年手机打开一整面 是各式各样的dating app 约会的软体 那里面可能我也不排除有约炮软体 因为那个软体变化很快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很喜欢玩这些东西 就像前一阵才下架的 俗称冰棒的Zenly 就是你跟我好 我们两个都下载 知道你在哪里 它一代消失了 还有新的软体出来 就是层出不穷 但是你手机页面一打开 各式各样养花缭乱 都是交朋友的软体 那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 35岁以下 那一种数位骚扰高比例 是发生在约会 或者是约炮的软体上 但Pew的那个调查 高于35岁的成年人里面 那女性就比男性高 就是女性要比男性有更多 在线上约会平台软体里面 遭遇数位骚扰的几点 这是一个 那Telegram是一个 今年10月的调查 它的活跃使用者是有7亿 那每一天的活跃使用者 就有5500万 不知道他们在上面干嘛 因为可以完全匿名 在网路上 你可以随便找得出来 Telegram 他们其实还dear users 就是我读你 你试试看 你们能不能够hack 可不可以知道使用者是谁 如果有的话有奖金 就他们非常自豪 有这样的方式 因为他们公开管道 然后又可以建立 封闭匿名的社区 所以在传播研究里面 其实已经有些人 开始用一个概念 就是叫做gender affordance 就是性别化的农工性 来研究Telegram 就是说不是这个科技本身 但是它长久以来 这些特质跟它的平台结构 养出了一种 对待某一些跟性别经验 特别不友善的一种互动方式 怎么说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女 大家都是女 那那个人真正发言的 不管是生理男还是生理女 但是他在上面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他今天是要 其实不要讲别人 讲我自己就好了 很多人就会说 老师那你会不会常常在网络上去 折战 战别人 我很诚实的说 我不战 因为第一个我没有时间经历 第二个你在网络上的文化 你知道那个蜂拥而至的样态 就是你常常演兵骑骨不讲话 不是因为说不下去没有理 而是就是不断的涌来 我举一个例子 像12月15号 在屏东某一所科技大学发生的例子 我不知道中小你知不知道 就是士足赛打得正热 结果在男生宿舍里面发现 他们用一个D card上面用一个标题 叫做四角兽极品出现 就是一个男生在宿舍里面 看到一个厕所底下有两双脚 所以他们就呼朋一半 同时直播 于是厕所外面那个新闻照片 就一层一层叠满了 就是人潮 对涌在那一个厕所的外面 那我要讲的意思 你就可以用视觉上去想象 就是一个在群体里面 不由分说 很难论理 但是不断的叫大家来围观 想看血流成河的样态 就是一个是这样 但看血流成河没有成本 因为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你只要了解我意思 就是你一言我欲语 然后当时在这个事件上 我觉得最惊心胆战的一句话 就是要让他大行射死 就是社会性死亡 只要能够把厕所隔间里面的 那两个人抓出来 他在我路上 好恐怖 对这个事情 其实教育部立法委员 还有性别团体 真的是大声踏发 真的是大声踏发 因为我觉得他 在厕所里的人 在做什么不重要 不重要 可是这个就是我说的 这个叫做gender affordance 这些人不是一个一个敲门来的 可能是那天晚上 大家都在网路上 本来是看世足赛 我猜的了 那一声令下 一声令下 然后大家就不必亲自 physical实体的呼朋一般 在网路上一号召 不是一人到场 那个场面大概是百人 就是到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gender affordance 并不是说科技一定是 生理文性设计 生理性设计 而是当社会上面的性别偏见 刻板印象成为 数位性别暴力的前哨 那性别偏见 性别刻板印象 导致数位性暴力的发生 也不过刚好而已 所以那一个gender affordance 是它有一个温床 它不是特别去滋养 在我们一般线下世界里面 比较罕见的 可以好好说话的 那样的文化 它反而加剧了一种 我们以开玩笑为名 或者是大家呼朋伴 看热闹 看血流成河为名 它既快速 不加分辨 大家都喜欢看风往哪边吹 然后一下子在网路上 就可以聚集成千上百人 大声就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是很值得 这种我想到 Judy First的那个 控诉那部电影 不就是在讲这件事吗 可是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 然后在一个酒吧里面 然后集体的这种 在观看这个所谓的 性侵性暴力的过程 但是现在这种网路时代的 这种集体观看 恐怕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 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看过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恐惧感 那个所谓的不舒服感 甚至那个事后的创伤症候群 应该很难很难的回复吧 因为随时都会出现 那个恐惧随时都会跑出来 是是是 所以我要讲 但我底下所讲的 希望不是给大家一种错误的印象 我不是采取一种对受害者保护论 或者认为受害者没有能力 不是 我觉得各位肯定要思考的是 我觉得数位性暴力的 幸存者的受害者 其实非常touch 我觉得他们实在是非常坚强 可是他们还会面临一些 不在那个位置上 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在微服部的数位性别暴力的 这个全台湾的样态调查里面 深度访谈里面就会看到 那在这本书上 其实这两位作者也有谈到 也有谈到 那因为这个作者在第二部 第一部是他们 他两个作者 他们本身不是受害者 但是他们调查的越多 他们自己都开始觉得 有一天终究就会是在 恩浩访的这些人里面 撞见自己所认识的人 所以他们在前面 其实他们后来看到一个学妹的照片 但他们很惆怅 知道要不要告诉他 因为这个就是 你让他知道 事实上很多加害者 还其实在这种 半开玩笑 嬉闹的论标说 我把你的脸 AI换脸 你不知道 那何伤害只有 反正好像言下之意 我们平常在脑子里 在思考的那一些事情 不也是这样 只是在我们封闭团体 不知者 不知者不伤害 可是这两个作者 在当时前面就说 他们这个案子看久了 都觉得在那个百万 这个百多万人的这个社群里面 终究就会有自己认识 但是不敢相信 他们会从事这种加害行为的人 那受害者 我刚才说的 他们其实 有一种状态 就是除了在知道 受伤害的当下 那他们其实也开始 对于他们在网络世界里面 所建立出来的人满 充满了疑惧 因为他们不知道谁看过 线下的世界 他们不知道谁看过 在线上的世界 他们也会怀疑 那一个散布出去 幸福女女像的人 究竟是谁 当然这个在N号房里面 感觉上很多都是 自己被勒索 而不得不找出 不得不找见 但是在我们一般 谈数微信报里的 各种各样的案例里面 我们看过 把当事人在网络上 可能一时气愤 所发泄的字句 移植到一个业女的社团 我们也看过 有人 他认为他的照片 之所以会散逸出去 一定只有他周围的朋友 做得到 所以受害人会处在一种 他周围的人际环境 崩解的状况 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无常 但他心里 对于这个线上的世界 充满了疑惧 那我们也看到 就是他们产生了一种 所谓的数位排除 因为在网络上 感觉这么不安全 线下也是 就是如果你看 金周刊的 那个青春恋雨 你就会知道 随便有人 叫一下他的名字 在路上 莫名的对他微笑 他的感觉都是 他必定在网络上 哪里看过我 那在线上的世界 你不知道 这一些跟你接近 得以对于你的 发画 你的照片 你的影音 可能可以接近 可能可以 观视的人 会不会拿去做 不当 对你服务的用 这些不是一生一鬼 这些是 在不知名的情况之下 被严重伤害的人 他一个本 本然会有的 一个反应 所以 毁的不是 不是那一张照片 其实是他在 线上线下 虚实的两界之间 我觉得他 他很希望 需要去重建的 那种认识 甚至是毁掉 人跟人之间的 性能关系 因为我不知道 你到底 有没有看过我的 然后我可不可以 相信你 我觉得那个 人际之间的那种 人跟人之间 能够活下去 很重要是性能 这个性能其实一旦崩解 我觉得对社会 或是对个人来讲 都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当然这部 再回到这本书里面来看 就NFO NFO被 第一次被揭露的时候 其实韩国的社会 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 其实还蛮有趣的一个 像 就是我们现在听起来 哇塚好可怕 可是当时 第一次在他揭露 什么太大的反应 然后 有一个主流记者 帮他们去做了这个报道 结果这主流记者 反而是被漏搜 然后面虽然有些媒体 来进行报道 可是他都其实 比较是一种猎奇事的 然后在着重犯罪者的 可怕行为 反而不太会去对 这种整体的文化的问题 或制度问题 去进行一些讨论 这其实也是一个 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听起来 好像很严重 可是参观的主流媒体 一开始好像觉得没什么 或者说根本不在意 然后在意又去做那种 所谓的猎奇事的报道 我自己在采写课堂上 其实在谈采访写作 或深度报道 在第一堂课 其实我会用 一个集体定义 社会问题的过程 这样的理论 来跟同学讨论 就是说 我们当然 尤其是我们在新闻西招书 我们会希望建立 建立记者的能动性 然后让他知道 熟门者的重要 但是整个 毕竟他推出一个议题 他非常费心的去报道 那个报道 那个处理的议题 是不是可以被社会大众 有得到一个共识 在报道问世的当下 就知道 这是一个重要议题 不单只关乎 事件中的受害者 加害者 当事人 也关系我们 我们这个社会 要有这样的认知 它必定是一个 社会集体定义的过程 这个里面集体定义 它靠记者 它靠检警调 它靠站在一个 有发生分贝位置上 可以对着 不管是学校里的人 家长 有资源的人 立法委员 公务员 讲话 不见得寒水会结冻 但是能够影响 让大家一起来观视说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 你刚才中常提出的 那个时点上 其实韩国面临的什么情况 当时到后来 恩浩坊的这个法官 有更换 不知道中详记不记得 就是当时的一开始 那个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就是本来是一个 乌德纸法官 那他后来被换下来的时候 当时事件因为 慢慢在审理的过程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到底会 会走到什么方向 因为 因为 在书里面有讲到 就是警察说 这个 这个 Telegram犯罪 连搜索令都不会签发 根本抓不到那些人 就是 犯罪 就是受害者去 去报案 但是搜索令 都不会签发 都不会签发 那 这件事情 其实 在台湾前几年 当数位性暴力犯罪的 样态翻新 当时叫翻新 就是 手机上 那个AirDrop 大概 大概中常知道 就是我们弄一个AirDrop 放在捷运上 对对对 然后就会有 现在苹果也把它 外人传送的时间 也把它缩短了 你不能够随便乱传送 对对对 所以当时 那个 数位刺害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去警察局报案 其实他也不知道 那是一个什么 然后我们访问的 数位性别暴力受害者 也有人 是真正的 进了警察局 在说明 因为他的 犯罪样态是交织的 就是 对方 记在Facebook上 见假账号 然后 还会 这个 乱录制 这个 网络性爱的声音 好 就是整个样态交织 他当时受害人讲 就是 尘案的警察 听着天花乱雀 他 他连要写 那个 记录 他都不知道 应该要怎么处 所以 所以 第一个 检警调 在当时对于 数位性别暴力的认识 可能 跟现在 有所差别 那再加上 我们刚才说 这个 陈李的法官 他当时 其实是一个 什么样的法官 就是 他当时 这个 梁千豪 这个记者的报道 就是 他当时 在 在 在承办一个 已经过世的 大家可能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这个 前女团的成员 聚和拉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被男友殴打 结果这个法官认为 两个人在交往 所以呢 这个性爱影片 说是 偷拍 那到底是偷拍 还是真正合一拍摄 这个也很难知道 但是他 没有顾及到 后面那一段 偷拍合一拍摄 他被拿 这个情色 跟性私密 向来勒索 所以 就是在一个 这样的氛围里面 所以我要讲的是 如果以我们刚才讲 社会是需要 集体来定义 固然有 震惊 震动 社会的新闻 报道出来 但是 要让他能够继续 持续的引发 社会关注 他 不是一个 只靠记者 就能够做到 尤其当社会 有非常强烈的 厌米的秩序 跟文化 看到这一切 女性的遭遇 都会认为 那你做了什么 就是 责难被害人 就是会去控 就是会 就是反正是 被害者的问题 你干嘛穿那么少 你干嘛在半夜 还走在路上 为什么你要把照片 交给人家 为什么你要上传 你的私密照片 对 然后我们看到 Netflix的纪录片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个 加害团体的嚣张 就是刚才你讲到的 那他在前面 事实上甚至会对于 有意追查的 这个新闻媒体的 从业者 横加 横加威胁 这件事情 是在全球都发生过 就是数位性暴力的 从事调查工作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将来在做 新闻研究 或者是 不管是研究 从业者 或者是 大家应该要 要可以 可以集结起来 发挥力量 就是在从事这个 全球滚雪球 一样越来越大的 一种犯罪事件的时候 我觉得新闻组织 对于这个 不管单枪匹马 还是从事 调查报道的 新闻团队 其实是必须要 给予更多支援 那社会也要 也要予以肯认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为什么有的记者 后来就加油添图报道 因为受害者报道 在我们新闻学 或过去的研究上 它从来就是 一门好生意 就你光去想象 受害人很juicy 他又有故事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 加油添图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走到这个地步 那如果受害者是女性 那在台湾的 社会新闻报道里面 那我们就不需要说 光是那个 法院判决书系统 拉出来的判决书 那里面大概 就可以写出 好几篇 非常有之有味的新闻 所以这件事情 不是只在韩国发生 在台湾 其实我想也是 大家很耳熟能想 好我们等一下 就会马上 开放给大家来提问 所以我们在线上的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对这本书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是有任何问题 想要请教 方老师都很欢迎 你可以提出来 就在我们的 这个观看的 直播系统当中 你就可以看得到 有输入留言跟提问的地方 好那我想要 接下来也要继续的 跟方老师来讨论 其实我们刚刚谈了半天 我觉得那个背后 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文化的问题 那我很喜欢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好高兴 对第一部分在谈的是 他在怎么样抽丝剥茧 怎么样去做 采访的过程 然后第三部分 事实上有很多 他自己的 这种采访过程的反思 可是在的第二部分 我觉得很好看 很好看是这两个作者 因为都是女性 那他就在开始 从他自己小时候 成长的过程 开始去谈起 例如说 爸爸的这种 可能期待一个男孩子 或者是说 跟男朋友交往的过程 或者是说 可能在很多上课 或是在工作上面 或在生活 在游戏当中 他其实面临到 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所谓的 对性别角色的期待 或是某种 对性别歧视的 无意间的 或是有意间的 这种所谓的言语 那当然也谈到 他们自己的 性别意识的 这种所谓的 整个启蒙的过程 所以我在看这部分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好像某种程度的 去解释了 为什么恩浩凡 会发生 他背后的一个结构性 跟文化的问题 那但是我也想要 去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假设这种 所谓的日常生活 或是这种传统的文化 或结构性别结构问题 没有办法改变 那这种恩浩凡的问题 他其实也不会改变吧 对啊 如果按照我们说的 暴力连续题的概念来看 就是数位性别暴力 不是忽然有一个 恶魔基因的人 自意而为 他事实上是因为 我们社会上做看 不允许他这么做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在2018 在我研究这个 未经同意散布 性私密像 在英文世界 最早期的一本专书 它里面其实是 进行了一个调查 访问了三百多位 加害者 就是没有经过同意 把办理的 性私密像 散布出去的人 你姑且就认为 他所写为真 或者他是想要表现 自己很厉害 他们真的回答问卷 告诉天达问卷 去回答说 你为什么这个动机 你没有经过同意 叫散布性私 里面有说 他劈腿 给他一个教训 他竟然变成 女同志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 我在床上功夫多好 我就是写出了一些 这样的话 我常跟学生讲 研究里面说 是这些个别的人 很勇敢吗 不是 他即使你姓麦名 他是认为他写出来 这个社会上多多少少 是有一些氛围 会站在他们一边 是会对他认同的 甚至会去赞扬她的 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艳女的里面 的那个资格感 就是他写出来以后 让看的人 哀叹 你看看这些女人 他们怎么有资格 做这些事 对你做这样的事 所以那个从小的刻板印象 偏见 慢慢慢慢延伸到 后面的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看 在这本书的第二部里面 他提到他入学的时候 在林兴 那个学长对于他的批评 还有我们到这几年 奥运的时候 看到韩国射箭队 那个短法 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 就有看到啊 他们一起做作业的男生 看到他就皱着眉头说 好像男生 你干嘛要剪短法 其实这句话 如果今天是同侪同学 社团里面讲起来 好像你也不会觉得 对方一定是恶意 他可能是关心我 或者是觉得怪怪的 那我告诉女生 你怎么打扮比较好 但是谁对谁有资格指点 或者指教 或者是给予一些 老道的建议 这些事情 其实里面都有一个资格论 就是女生是 放在那个行貌 应该被指点 然后讨大家喜欢的位置上 那这个跟数位性暴力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对 因为我们的受害人里面 其实好几个都会 当然现在因为跟造法通过嘛 所以大家可能要有意识 可是我们之前访问 数位性暴力的受害者 其实就有人讲到说 那个被跟踪 被追求 不断的电话 email 讯息 然后他去 他跟学校教官 或者到警察局报案 他都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就是对方就会跟他说 他比较笨 他不知道 怎么样追求 那你 你不要紧张 因为一定是你 长得可爱 或如何如何 所以 然后甚至他在报案的时候 教官还是谁 还会跟他说 你教教他 你教教他啦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受害人跟我说 我的愤怒跟惶恐 完全没有办法被 被 得到认可 完全没有办法被看到 即使我 讲了 他用一种 其实他相信他也是善意 就是用一种 他完全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可以指点我的方式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书里面 刚才我们看到了 我的资格感 然后一直延伸到 延伸到 我们后面举的例子 他 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到 那个一贯性 我们不谈 这是不是恶意 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事 这是整个社会化的过程 在教育的环境里面 他逐渐认为 就是 开始有那种 我们所谓的资格感 谁可以站在一个位置上 去指教别人 应该如何 应该如何表现 所以 对啊 我觉得这个暴力连续题 这个概念 很不幸的 从过去线下 研究性暴力 一直到现在 研究线上 它始终是一个 很堪用的概念 嗯 在这本书 在我们之后 我们知道他 就是把这个事情 给揭露了 然后其实韩国的警方 也有采取一些 相关的行动 那也到了法院 那这件事情 被揭露之后 韩国的社会 有什么样的 具体的改变呢 那台湾也有 类似的问题 那刚刚聂逊 有跟我们分享 跟我们谈到 那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当中 就是好 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的法律 有办法去保护这些人吗 那这些受害者 我们有足够的支持系统 来去协助 这些受害者吗 嗯 中长 那个 我刚刚说问得很好 这个我们知道韩国 那个其实大家标题上都会讲 就是这两个主持者 一个判40几年 一个判30年 就是强调那个时间点 那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那个小玉 小玉换联 那个集团 到判 判什么样 那台湾在2022年上半 新建院的那个通过的 四项这个修正草案里面 其实征修刑法 就是把性隐私 这个定义跟规范的 四种行为样态 就是没有经过同意 拍摄涉入性私密影像 还有不尊重意愿的 强迫 强暴胁迫 涉入性影像 未经同意 散布性私密影像 这一些将来都会处 三年到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但是对我们推动 数位性别暴力防治的团体来讲 今天就算是合意拍摄 就算是合意拍摄 未经同意散布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影响非常大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能够让社会大众看到 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很重要的重点 那这个 这个行度提高 就是最重可判 七年有期徒刑 虽然我们知道 讲一句其实让人很难过的话 就是说 判了七年 可是一个被散布出去的影像 它在网路上的流传 很可能是超过七年的 很可能是超过七年的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要讲 或者是书上的两位作者 他们后来在接受访谈的时候提到 他们看到受害人改名字 整形 这个在台湾都发生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NGO 还有一些辅助的团体 也会建议 因为这个并不奇怪 这是他的人生 就是当我们穷尽一切可能 法律跟我们现在的辅助 对于他来讲 非常大的伤害是 就像我们刚才在谈到 在街头跟别人擦肩而过 对方一个神秘的微笑 他可能就惶惶不安 所以现在在台湾 其实我们也看到 也看到一个这样的经验 就是受害人他去振兴 然后受害人可能 他是不是就因此 患得一个新的人生 他不是不爱他原来的样子 但是那个样子 已经被扎害者在网路上 就界定成一个 人人可以狭万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 法律修法还是要推 那防治素卫生育暴力的团体 我们最早其实是很希望 制定专法 很希望制定专法 但是或许就是有人认为 法律太过臃肿 或者是按照 别增修现在有的这一些法律 事实上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 修法跟往一个方向前进 它有宣示的作用 那它也的确 行度增加 这个也是一种表示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都是在进行中 我想立法委员跟相关团体 从来没有松懈 始终把它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认为 社会大众怎么看待 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跟怎么看待伤害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就是偷拍作为例子 香港的研究 还有很多国外的研究 都显示很多人都认为群体偷拍 这件事情是没有伤害性的 是没有伤害性的 那其实不管它是不是涉及性私密 这个里面涉及到的是 一个别人的身体在网路上 可以素材化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做完 做这个卫福部的调查之后 我们现在在撰写的一个分析里面 这一个把活生生的身体变成网路上 可以公开赏万的素材 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来拼贴 再创造赏万 然后告诉你这不是你 这只是我们的素材 那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 我们看到的是跟恩浩房当年很像 它不单单是影片 现在的技术 或现在的追踪的方式 我可以把你的学校名字出没 通通把它打包 变成是一个包裹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会员制的私密的地方 然后代价而顾 因此当你在看照片 或者是在线下 看到本人的时候 你其实是 它在你面前是一个立体的 因为你知道它的背景 它在哪一个学校 哪一个班级 哪一个姓名 它的email 甚至它出没的地点等等 所以我们刚才 之前在谈到 这个防治的过程里面 同时间这一些犯罪的手法 跟它所建立起来 被害人跟加害人之间的关系 它不断的在变化 不断的在变化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 是一个很大挑战 是一个很大挑战 我们还是在现场 欢迎所有的朋友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或是什么想法要分享 都很欢迎留言给我们 因为我们时间 其实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可以尽快的来告诉我们 那我刚刚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那这些被害者 我们社会里面 我们现在的政府好了 或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NGO 有什么样的协助系统吗 支持系统吗 就是 刚刚谈到这种伤害是很恐怖 可能是一辈子的 但是我们总不能让他一直 囚禁在他自己被受伤的 这样的状态里面 那我们怎么样去协助他们 或者是说 这个社会的支持系统又是什么呢 当然有一些做法 在不同立场的人看起来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胆的设计 但是 的确是在国外 比如在香港 我们自己就曾经听过 就是偷拍者 他在接受这个处遇 跟这个过程当中 让被群体偷拍的受害者 他写下他自己 这个当时的遭遇的心情 会有的人愿意 其实是说出来 然后 把这样的一个 他的剖白 让加害者看到 然后再进一步的去 询问双方 当然是问受害者 就是你愿不愿意当面 这个 这个跟他互动 有什么话要说 或者是加害人 可以理解受害的处境 我不会认为 这个是一个 可以一通百通的方式 这好难 这非常难 这非常难 就是一种 收复式的做法 但因为我是在几年前 在亚洲的 这个防暴的高峰会上 听到香港 香港大学 还是香港中文大学 不好意思 这我可能还要再 再恢复一下记忆 社会系的老师 他们在推动你的计划 那这件事情最主要的就是 在香港那个环境里面 就是我刚才说 偷拍非常猖獗 其实任何社会都是一样 非常猖獗 非常泛滥 难以杜绝 像风雨兰 NGO 他们多年前在台湾 附云会办的会议上 他们就直接了当地说 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杜绝的 但整个社会 法律通过也有案例被判刑 但是整个社会的民意调查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 没有少一块肉 就是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 不断的在谈 这件事情的伤害跟创伤 但是事实上对于受害者来讲 它的确是一个 让身心受创的极变 所以这样子的设计 那在台湾社会里 我们听到NGO 其实我自己在 因为从数位跟性别的角度切入 认识跟 以及跟颇多的社工朋友 NGO互动 我是非常佩服 因为那一个受害者 他们需要的援助 不单是一路提告 跟法律上的协助 常常事实上 他们就是需要有人聆听 因为这个社会上 让他们可以讲出 他们的难受 以及他们非常努力的 想要回到原来生活轨道的 那个耳朵 那个可以聆听的对象 其实太少了 其实太少了 那我们看到台湾现在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在报道 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在报道 其实我们也会 就是从新闻研究者的角度 我也会好奇 或者是我也会认为 在从事报道的这个角色上 他们会不会经验替代性创伤 就是因为你从事这样的报道 就像我们今天看 你进入恩浩坊一样 每一种某一个路线 每一个不同事件的报道 那个特殊的报道经验 它都可能给报道者带来冲击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认识 那所以当忠祥在问到 可以扶持的时候 可以扶持的时候 我觉得这里面包括了事件的当事人 然后也包括了从事报道 把这样的故事经验带到社会面前 希望能够集体 引发社会集体来定义 集体来肯认 我们的经验里面 要正是这样子 不只是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们整个社会 正在经验 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 这样子一个新的冲击 所以就记者来讲 我也都会认为 这个是需要证实的一个挑战 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也宣 就是看起来 目前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棘手 不管是在法律的层面 或者说在社会支持系统当中 它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 可以完善 或是完整的去做一些协助的 这些部分或者是做法 那如果回到自己的本身 我当然这样的说法 并不是说去谴责受害者 或者是说我们只要做好保护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底下 我们怎么去保护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个 当我们求助无门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怎么办 其实现在在社群媒体上 在社群媒体上 也有很多的互助团体 也有很多的互助团体 然后我想中小也知道 在这几年 当然韩国是起步很早 那在台湾这几年 其实也陆续有创作 包括戏剧 音乐 还有其他的文类 散文等等 开始去讲述这样的故事 开始去讲述这样的故事 这个之前在Netflix上推出的 由徐伟宁担任主角的这一出 台湾制作的戏剧 他在这一出关剧的留言版里面 我看到非常多非常多 在分享类似的经验 在分享类似的经验 就是不尽然是数位性暴力 不尽然是未经同意 三部性思念 像幼 也包括了职场 职场的性大理 等等 这个相关的 或者是性骚扰 类似像这样的经验 所以他给我一个 这个 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如果认为 是很强力的 就是有一个 很结构性的改变 这固然好 但是他做不到 在任何社会都是 但是他还可能处在一个 唤醒社会上不同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有意识 那戏剧 创作 还有说故事 让当事者可以有机会 说出自己的故事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耳哨 就是在世界各国 其实都特别看重 这一个耳哨性剥削 这样的议题 在台湾社会不是没有 那耳哨性剥削的 这一件事情 包括不要把耳哨 当作性欲望的对象 对项意 那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只有 加害者团体 或者是 或者是人口范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性化 去性化耳哨这件事情 也还是在发生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们先不谈数位性暴力 如果我们承认 我们刚才所讲的 刻板印象 偏见 歧视 还有日常生活当中 以之为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这些看起来 无足轻重的笑话 或者把别人 这个性化的 这些举措或言语 我觉得都很值得 重新再思考 我要再次的说明 很多人每次 听到我们谈这些话 都觉得 我们就是一群 道德警察 网络的自由 当我们 我们最早在推动 数位性别 暴力防治专法的时候 在立法院的公听会上 其实就有人在说 这样子的推动 会强害网络自由 我可以理解 那个忧虑从哪里来 那网络自由 也是每个人享受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 数位排除 有一些人 他口不能言 他的影像 在没有经过 他同意的情况之下 在网络上散步 乃至于他中日 惶惶不安 很多受害者 他的分享 所以他早上起来 先扫一遍 各个网站 确定没有自己的 被外流的信息 迷上再次复活 我用复活这个字 那他觉得 今天可以这样 他就再也不上 他每天在做的事 上网像那个 寻田一样的 是确定 没有自己的 信息迷上再被曝光 那其他的时间呢 他自觉于网络以外 我要讲的是 这些人 他也应该享有 网络自由啊 没错 所以我的重点 其实并不是要去 禁绝 所有跟欲望表达的照片 不是 我们的重点 真的就是在于说 每一个人 他是不是可以 有人权 自由平等的 去跟别人协商 他的意愿 可以被看中 因为在一个 光速的时代 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 不必问 你的东西 只要到网络上 它必然是公共的 它是可以分享的 它是被我拿来 馈赠 以示好意的礼物 那个是 就是我说 素材化 把人素材化 这个文化 就可以再思考 OK 这边有一个朋友 提出了一个问题 Nina她问说 想请教老师 台韩以外的国家 私密影像外流 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 以及在司法系统 或是社会支持系统 在这个处理上面的 这些国家 跟台湾 韩国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回答 诚实讲 这个现在在 法律学界 其实有 还有蛮多人 还有蛮多人 研究 在 过去 其实应该说 性私密影像外流 在日本立法 在美国 其实 我们会看到 会有一些 不同的处理方式 不同的处理方式 在社会支持系统处理上 我应该要这样说 就是 在社会支持系统上 这个部分 其实我看到的一个案例 就是 我刚才提到 那个Telegram的例子 它在 传播研究里面 有人在研究 所谓的Global South 就是 相比于Global North 它是一个 比如说 比较弱势 经济上 压力比较大的地方 然后其中 比如说印度 它在提到印度 就是 在线下 这个 这个 浪漫爱的发展 互动关系 可能在这样的一个 社会文化里面 它不是跟其他国家 非常的活泼 没有限制 所以 很多人蜂拥 事实上觉得脸书 或者是一些社群媒体 反而是可以让大家 自由试探 就是 试探 调情 然后 这个试探 可能性的机会 那当然风险也高 风险也高 所以 当时大家 倔强的例子 是要谈 社会文化 致实 一旦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里面 发生了 未经同一性 私人影像外流 就是在 你还我爱的情况之下 交换 这一些相关的影像 然后 受害人出现 所以 那个 踏伐的情况 其实包括 使用一个西方的 社群媒体 它本身在社会上 其实就会 就是被认为带有疑虑的 就是这个西方的社群媒体 它本身就是有毒的 这个有毒的概念 就是包括西方的势力 西方的文化 那再加上 你在上面使用 中置你的性私密 以上外流 所以这个不可取 它就更加深了去踏伐 你的受害人 所以在传播研究里面 其实开始有一些研究 就是在研究这些平台 放在不同的社会里面 民众的观看也不一样 比如说在台湾 也许在脸书上散布出去 就不像印度 还会再加上这一层 好像你事实上 是背弃自己的文化 而 就是 中央媚外 这样的概念 那不管 文化有没有不同 但是它 加注于受害人身上的 那个压力是更大 所以让 社会支持 其实是 其实是更困难 其实是更困难 从我的专业 我可能回答的 没有办法完全回答你的问题 抱歉 我想今天收获很多 就是我觉得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 纯粹的网络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 纯粹自保的问题 它可能是整体的 刚刚谈到一个网络 到底我们怎么去面对它 或是怎么去管理 规管它 或是它更大的是一个 所谓的文化跟制度 或者是在 数千年来 人类的这种 所谓的性别的 不平等 或者是所谓性别的压迫 这个问题 其实一直都没有解决 也一直 看起来是有进步 但是还是会流落在 或是展现在 在不同的这种 所谓的场域 不同的脉络当中 那今天非常谢谢 念轩老师来 跟我们做分享 也谢谢 各位朋友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来 参加这个线上读书会 有这么多的朋友 来跟我们一起 在线上来聊天 好 那再次的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讨论 也谢谢念轩来跟我分享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